市中心的街道已经慢慢有了往日的人气 一路上和我一样骑车的人不少 有骑车遛狗的 结伴跑步的 街边还有咖啡的香味 每餐91 你和我能点杯咖啡吗 点的话只能点外卖的 咖啡店还只能线上点单 但不少街边的药店便利店 已经开始逐步恢复线下营业 是否开门迎客 就看门口有没有永续排队的人群 这家零食店在正多宝供店中很亮眼 商品明朗满目 但顾客只能隔窗购物 鸭脖要三根 辣的 刚刚我们看到 都是隔着窗户在跟他交流 是吧 对 真不轻啊 不耐 这是个好的进步人 以前我们只能线上去抢 熟悉的街道正在热闹起来 出门机车列弯 抑或是打一场羽毛球 不少人在走出家门的第一天 情不自禁按下快门 哎 你怎么会走 我当下我自己过的 病人都提提了 吃着玩了 他去妈妈 让他去 他都不吃 他应该去家了 是不是很兴奋 因为我们昨天也出来了 拿着出入正气 昨天先去了他的幼儿园 很久没去了 买点东西呢 并买不到东西啊 都没开门呀 在家里憋着 在小区里憋着 暢了 生性好动的孩子们 终于可以出来透口气了 在街区的座椅上休闲 带着毛孩子撒欢 看小伙伴在一起玩耍 这正是我们热爱的上海 这个上海正在慢慢回归 我们已经逐步看到 在街头巷尾 有慢慢增多的人群和车流 但我们知道 大部分的居民 仍然在家不能出门 许多超市商铺 仍然只能接受线上点单 还没有完全恢复营业 不过我们看到的是 慢慢复苏的迹象 和逐步向好的过程 让我们一起静待花开 一起期待这个城市 回到它最原本的模样